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认为他们会理解吗 卡斯邦登抛出这一问问倒了在场所有人 沉默就是最好的答案 这只是一点 另一点就算这群人成功与南部军会合 但只要看着这只名穷冰皮的队伍 尤其是可能还存在被认为抛弃了自己领土的贵族们 那南部军以及南部的贵族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也就不得而知 就算抛开这两点 卡斯邦登认为圣王国的北部军衰败是事实 而这事实必定会使南京贵族的权力急速增强 求助南部军去世有可能赶跑亚人 但并不是赶走亚人就结束了 一旦让南方拿走所有好处 战后要回去南京贵族的要求就会更难 也更无法保证他们 不会要求对穷困的民众争更重的税 以上全部假设都有极大的可能性会发生 而其中最让卡斯邦登担忧的就是关于圣王国之后的圣王陛下 假若圣王女驾崩由南方贵族主导选出下界圣王陛下 那么对卡斯邦登来说一切就完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放眼战后局势选择最佳的一部棋 只要能以这等力量打下一定程度的实际战果 多少还能拿回着希望 这就是卡斯邦登的大致方称 室内很吵闹大家都在到底难不难下这个点上争执不休 宁亚一点都不在意要不是自己长着耳朵 他才不愿意听这些人的会议 因为他知道自己有事要做 比起关心结果他更想提出建议马上动身寻找魔导王 讨论到最后大家还是想听听王兄的具体提议是什么 简单来说考虑到他们现在的都市地下人仇还受到不小的破坏 卡斯邦登想要一个宽敞且稳固最好还拥有充足的军事物资的据点 能满足以上条件的就只有卡林夏多回卡林夏这所大都市 也能让他们这群人在面对南部贵族时拿回点优势 听完卡斯邦登的提议很多人表示赞同 大家认为应该趁亚达巴沃还在疗伤的这段时间内行动 毕竟所有人都不知道治疗时间需要多久 但能肯定的是亚达巴沃肯定会因为畏惧非非 绝对会对等到痊愈后才能行动 在场所有人除了雷梅迪欧斯其他的都在点头 尼亚也敷衍的表示赞同 很快他们进入下一个议题也就是关于魔导王亡固的事 尼亚终于等到这一刻 他开口表示在没有确认遗体前还不能说魔导王已经亡固 毕竟亚的巴沃怎么看都是个骗子恶魔 雷梅迪欧斯有些不屑的反问 那么他为什么没回来 那家伙不是会用传送魔法吗 可能因为负伤而无法动弹或是缺乏魔力 属下可以想到无限种理由 感觉有道理 也没找到反驳观点的雷梅迪欧斯只能闭嘴 尼亚继续说明他认为应该即刻派出搜救队 同时将此事告知魔导国 尼亚表示自己愿意担任使者 然而另一名贵族却认为 派出搜救队的前提是 必须要确认魔导王坠落的在东边地带 尼亚太慢了 救援越慢魔导王陛下的人身安全越受威胁 属下提议火速派人救援 很多人都赞同尼亚的观点 本来按常理来想确实应该如此 塔斯芒登不由得考虑一边派搜救队 一边让使者前往魔导国 可问题是安兹之前来圣王国时 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魔导国的人 至少尼亚观察到的是这样 这就导致有贵族认为 魔导国知道魔导王失踪后 必定会以复仇为由 吞并整个圣王国 尼亚觉得很荒唐她被祈祷晕绝 容我反问您 假如魔导王陛下已传送魔法回到魔导国 发现事情发展至此 本国却没有收到消息 他会怎么看圣王国 尼亚看到很多人点头表示赞同 又只有雷米迪欧斯摇头 不 这是无可奈何的吧 我国现在没有多余心力等事情结束 再谢罪就是了 尼亚勃然大怒正想大声驳斥 却被王兄拍手制止 总结以上观点 卡斯芒登提出两点决策 于是确实要排除使者 但使者身份也必须要重视 毕竟有哪个国家会随便选一个随从当使者呢 二是关于搜救队 由于确实不知魔导王是否就在东边 而且东边丘陵地带潜伏众多未知因素 卡斯芒登提议由一名亚人俘虏带路前往 尼亚能够理解这两点 但他实在不知道该选哪位亚人俘虏 如果是选了一个有杀心的 那他们半路就会被干掉 因此必定要选个信得过的亚人负责带路 可这不是难为人吗 怎么可能信得过亚人呀 前不久还在厮杀呢 尼亚感到头疼 突然一名盛行士闯入房间 他急匆匆的在王兄耳边 低语了解决 尼亚敏锐的听觉 补助到一个词 女仆恶魔 她很感兴趣 但王兄像是有急事一样 短暂告别后飞快的离开现场 紧急会议结束后 尼亚回到训练场 将刚刚的事全部告诉了围过来的民兵们 大家听了关于搜救队的事情后 都懊恼起来 毕竟这个任务的难度相当高 但大家决定 先自行在此地到要塞线之间的东边地区巡视一下 因为某岛王的坠落地点不明 说不定有可能掉在圣王国内呢 越来越多的人主动加入境内搜救队了 尼亚看着热情高涨的大家非常感动 她立刻向王兄报告 获得云使后 这些由民兵组成的境内搜救队立即出发 就这样过了三天 这三天内尼亚一边对民兵们加强训练 一边跟随大家寻找某岛王 而都市内要夺回卡林夏的留言 越传越广 但解放军并没有做出实际行动 在尼亚眼中说白了就是虚度光阴 无法掩饰心中的交集 尼亚射出手中的剑 可惜落下的位置稍微偏了一点 没有人敢笑话尼亚只因为那张脸 这几日以来不能为某岛王采取行动的烦躁 加上音讯全无令他无法安眠 结果造成了浓浓的黑眼圈 与肿胀的眼皮还有眉眼挤出的皱纹等等 使他一张脸难以见人 戴护目镜还好一取下就很恐怖 顶着这张脸念雅的部下们都不敢靠近 然而当事人完全没把这件事放欣赏 他现在脑子里只有五个大字 磨倒王陛下 这五个字在他脑子里千回百转奔流不息 这才三天也这样下去可不行 不能因为自己的心情影响了大家 念雅摘下护目镜揉了揉太阳穴 这时两名士兵跑来 他们是来通知念雅王兄那边有事找他 于是念雅直接背着弓来到了卡斯邦登房间 虽然早就有所听闻 但在正眼看了一下念雅的脸后 卡斯邦登还是不由的愣了一下 他甚至想找个神官给念雅看看病 这次找着念雅卡斯邦登是想让他见一个人 在卡斯邦登的吩咐下 副团长打开隔壁房间的门 对屋里出声呼唤 然后先生的是个异性存在 种族名为蓝区 他们具有油亮的外皮 身上却没有异味 为什么亚人会在这里 是因为这位蓝区并非作为雅达巴沃的使者 而是作为谋反者派来的使者 这个异性用中性的声言开始说明自己的目的 简单来说蓝区这个种族的最后一位王子 受困于卡丽夏 而雅达巴沃也抓住这一点 胁迫蓝区这个种族为他效命 但蓝区族名只想逃到雅达巴沃无法触及的区域 正好卡斯邦登这边似乎也要前往卡丽夏 因此蓝区族希望他们能帮忙救出王子作为回报 他们能提供3000名士兵的战力 与其正面对抗减少亚人数量 倒不如让他们背叛从内部一点一点击垮 这正是卡斯邦登的理想计划 同时他也确定此次情报外泄不在雅达巴沃计划内 毕竟最后一名王子还在雅达巴沃手上呢 蓝区族若是敢背叛圣王国 他们的王必定不保 整个种族也会被肃清 基于以上的思考卡斯邦登决定和蓝区族联手 但问题是该如何救出王子 且先不谈卡丽夏特有的千不可摧的防线 王子所处的那座千塔才是最麻烦的 一是没有窗户 二是出入道路只有一条 三是这塔有个强悍的看守人 水元素巨魔 如果在战争开始前人类方还是没能救出王子 那蓝区也只能和亚人大军跟人类打 无论是人类全数阵亡 还是蓝区全数阵亡 王子都会成为一个摆设 所以卡斯邦登的提议是 在战争开始前由聂雅担任指挥官 组成一支精锐小队 然后潜入城中秘密解救王子 没办法 小的不可能办到 想也没想聂雅立刻回绝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但是巴拉哈小姐 这对你来说也是非常有力的交易 卡斯邦登眯了眯眼 他们表示 会将自己所知的丘陵知识 全部告诉我们 还会为我们介绍值得信赖的向导 尼亚短促的倒抽一口气 她咬紧嘴唇 不想显露自己的情绪 蓝区职者表示 若能成功解救王子 尼亚这是蓝区族的救命恩人 与大恩人分享 关于东边丘陵地带的相关知识 想必没有人会反对的 尼亚觉得对方想对极了 完全无法反对 其实仔细一想 这也是能帮到摩岛王的大好时机 只是此次前行必定危机重重 尼亚并不想送死 说的好像尼亚会潜入技术一样 真是令人无语 尼亚这么想着 她又望向卡斯邦登 我讲过好几次 要她与你同行 但她不答应 所以与你同行的 将会是一名俘虏 额应该称为协力者 哼 你一种东西叫俘虏就够了 副团长再次因毫无礼貌的 自家团长感到歉意 卡斯邦登让副团长 把那位协助者带出来 不久副团长带了一个全身被锁链缠住的陌生少女过来 那少女比尼亚更加娇小鲜兽 围着深绿与土黄等颜色复杂重合 花样独特的围巾 穿着奇特的女仆装 其绒帽非常精致 即使一只眼睛遮起 也丝毫不影响她的美貌 尼亚想起苍祥威说过的话 她心里有数 这位少女就是女仆恶魔之一 面对怪物中的怪物 人类无法战胜的存在尼亚激烈的憎恶之情 并未因此前退 一想到让魔导王这样英明的王 败给雅达巴沃的原因之一 就站在自己眼前 尼亚必须紧绷内心的怒火 她一不留神就泼口大骂 那女仆像是能感受到尼亚的情绪 杀人魔少女不用怕 现在的我效忠的对象不是雅达巴沃 而是安泽大人 不会攻击你们我不信 尼亚对安泽大人这个称呼感到恼火 这样的人怎么能配叫魔导王陛下的名字 不信也没关系 我只是说出事实 卡斯邦登告诉尼亚 魔导王似乎在那场战斗中 得到了这位女仆的支配权 尼亚有些惊讶 不是杀掉而是选择支配 那实在是魔导王才能办到的高超技巧 瞬间她内心对魔导王的尊敬之情再次燃起 可问题还是存在 例如这位女仆是否真的被支配 又或是假装受到支配 我明白你效忠于魔导王陛下了 但你为什么在这里 是因为被锁链绑住了吗 不是女仆稍微一用力 提亮开始发出吱吱声 杀气腾腾的雷梅蒂欧斯一声怒吼 声音立马停止 连魔法都没施加的普通铁链 就连我都能扯碎 那为什么你不离开这里 敢赴魔导王的声策吗 因为这是命令 那位大人最后给我的命令是帮助你们 所以我会再不会死掉的范围内努力 尼亚大感惊恶 按理来说得到女仆后应该第一时间 派她前往魔导王 然而在如此情况下 下的第一道命令竟然是让她帮助圣王国 啊 多么仁慈伟大的君主呀 尼亚险席露泪通过女仆的话 尼亚也明白了卡斯邦登 就是想让女仆和自己一同秘密作战 尼亚偷偷瞄一眼旁边的女仆 只见她表情闻风不动 连一整忧心的氛围都没散发出来 估计就连魔导王发生了什么 她都不知道吧 但她的面无表情让尼亚非常不愉快 尤其是那句安兹大人 太不像话了 她这种恶魔怎么能这么轻易地称呼魔导王呢 就连自己都没这么叫过 太过分了 之后卡斯邦登再次确认了一遍女仆的意向 女仆表示愿意协助尼亚的行动 卡斯邦登也很满意她让副团长先将少女带下去 她自己还有些话要和尼亚讲 那么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点个订阅 大漠会为大家带来更多动漫解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